以往对于消防队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在冒着浓烟的火场里忙进忙出的救人以及扑灭火事 而现在来到万里消防分队可以看到猫犬一家的情况 原来是因为现在民众不论有什么事都直接拨打119 在媒体上也可以看见消防队员帮忙救猫救狗抓蛇栽风潮的新闻 因此现在民众捡到流浪猫流浪狗也会直接送到消防队里来 就是今天早上就是有民众在台二线发现一只狗走私在路上 然后就把他带来我们消防队 这个工作其实不属于在我们的救灾方面的工作上 只是但是我们为了民众的服务上就是做了卫民服务的这个工作 就是帮民众解决他们一些小问题 眼前的柴犬模样相当乖巧可爱 而在橘色塑料桶里的幼猫刚出生不久 生命力相当的旺盛 这些都是热心民众捡到送过来 请消防队同仁协寻主人或是暂至收留的宠物 对此万里消防分队表示 宠物的收容其实已经不属于消防业务的范畴 但对于民众的热心消防分队 也还是秉持着卫民服务的热忱 帮忙这些猫犬寻找主人 一般来讲如果是动物的话 我们会一般都会交给动宝处 但像今天这只狗它可能是有忍饰养的 但是我们希望也是能回到它的士组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能在一些社群网站上 post它的一些资讯 希望能它的士组可以把它领回去 在将这些猫犬安置好之后 消防队员还要着手打起文案 将资讯放上网贴上照片 小队长更是忙着打电话 向附近区域的机关通报 若是有走失宠物的民众 也可以立即来消防分队寻找宠物 但消防队员并非万能呼吁民众 未来若是遇到相关情形 可以寻求动物保护单位的处理协助 让消防业务回归专业 以免真正的防灾救难工作 请勿吃紧 记者 廖平坦 万里 蔡蓬报道